新北市中和區明安界的一處巷弄 在今天早上突然冒出濃濃黑煙 移動五層樓公寓被黑煙笼罩 而消防隊抵達現場灌救時 發現三樓住家起火燃燒 屋子裡頭的兒子及時逃生 但行動不方便的八旬老父親 卻來不及逃 命喪火苦 濃濃黑煙從窗戶竄出直衝天際 警銷貨爆趕到現場灌救 就怕活時蔓延先確認其他樓層 活時迅速就獲得控制 但警銷在三樓房間找到受困的八旬男子 已經明顯死亡 這場無形大火來得突然 兒子還來不及就行動不便的老父親 自己的手也被燒傷 起火住家門外拉起封鎖線 清楚可見火是把牆壁燒到焦黑 這間位在新北市中和區明安街的五層樓公寓 23號早上10點半 三樓住家突然竄出火蛇 周圍的鄰居全被農煙嚇壞 趕緊報警 起火點疑似在死者的房間 由於房間的間隔都是木板材質 起火之後火勢蔓延迅速 發現的時候屋內已經充滿濃煙 死者兒子表示 父親沒有在屋內使用電暖爐等電器用品 不清楚為何會起火 還有帶火吊科進一步釐清 一場大火天人永隔 兒子二毀沒能及時救出父親 手臂上的傷也沒有心 來得痛 記者網上班門忘假新北報導